小野和老陈是一对夫妻 两人是一家百货店的员工 小两口平常恩爱有家 但由于老陈的身体原因 两人一直没有孩子 偏偏小野特别喜欢小孩 有时看到同事抱着的小宝宝 他都羡慕不已 这件事已经成了小野的一块心病 但却无可奈何 有一天 百货店来了一位新员工 小王 小王身材不高 但长得眉清目秀 精力旺盛 给小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番内心挣扎后 小野决定向小王求助 想通过小王实现生宝宝的愿望 一天下班后 小野将小王约到家里 将他和老陈的情况 向小王合盘拖出 并请小王帮忙 听到这样的要求 小王开始很诧异 怀疑小野夫妇 是不是想搞仙人跳 经过小野的一番劝说后 小王终于相信 这件事情是真的 看着眼前漂亮丰满的小野 小王终于忍不住动起了心思 甘柴遇到烈火 两人很快搞了一场运动 没想到的是 小王虽然个头小 但却是运动方面的高手 让小野体会到了 从未有过的感觉 两人运动期间 老陈回到家 不过 呆头呆脑的老陈 回到家后 居然坐在餐桌旁睡着了 两人运动完后 小野叫醒了睡梦中的老陈 看着小王从卧室里走出来 老陈感觉很惊讶 但在小野的一番解释下 这件事居然就这样糊弄过去了 万事开头难 小野和小陈一旦开了头 就开始光速发展 在百货店里 小王经常趁人不注意 对小野毛手毛脚 小野也乐得让小王轻薄 两人一个愿打 一个愿矮 百货店里的收银台边 仓库里 都留下了两人运动的身影 小野和小王 俨然一对新婚夫妇 而老陈倒向是个外人 看着小野和小王亲密的身影 老陈感觉大事不妙 但碍于自己身体的原因 知道自己对小野理亏 虽然感到头顶绿德发亮 但也不敢跟小野摊牌 一天下班后 小野和小王 正在仓库里运动的大汗淋漓 刚刚送货回来的老陈 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但意外的是 看到如此刺激的场景 老陈居然突破了身体的极限 斗志昂扬 他来不及责怪小野和小王 主动要求加入运动 无奈 老陈的身体素质实在太差 没运动几个回合 就以泪的瘫倒在地 小野和小王继续在老陈面前 将运动进行到底 会议桌边 老陈终于苏醒 小野和小王已运动结束 站在老陈的面前 小野和老陈全面摊牌 但老陈也无可奈何 最终决定接受小野和小王的关系 我一定会议标签的 比赛的 我一定会议标签的 我一定会议标签的 没有实际上 是 我一定会议标签的 老陈的 是 我一定会议标签的